大家好,我是小妍 春天多吃玉米面 玉米面属于粗粮 多吃粗粮对我们身体有很多好处 今天用玉米面给大家分享一个美食 简单易做,简直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 准备清理干净的红枣200克 这个红枣去核以后是200克哦 把红枣切碎 先切成竖条 再切得碎一点 切好先放进大碗 另外准备一个空盆 里面放入280克玉米面 放入200克的大黄米面 用筷子先把两种面搅拌均匀 再用340克烧开的热水进行烫面 玉米面和大黄米面用开水烫一下 吃起来口感比较细腻 搅拌好以后把红枣碎加入到里面 再搅拌均匀 然后下手揉成一个软硬失中的面团 然后钻上一坨 也不要太大 用掌心团圆 再按压成一个1公分左右的厚饼 但是也不要太厚了 水开之后放入蒸屉 要开水上锅 中间要留有空隙 盖盖水开之后开始计时 上菜蒸18分钟 时间到以后再停2分钟再开盖 现在把玉米饼取出来 摆入盘子里面 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看上去有一点硬硬的 其实一点也不硬 掰开就可以感觉到它很软了 有一米面的香味 红枣的香甜 还有大花米面的清香 粗粮蒸一蒸 健康又营养 而且吃到嘴里软糯有嚼劲 也有饱腹感 想要降低体重的朋友 也可以试试这个做法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试做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